一艘探索地外生命的飞船刚刚返回地球 却被科学家在舱内检测出未知病毒 然而仅仅过去数天 地球上大部分的宠物开始灭绝 直到多年以后 不甘寂寞的人类开始训养星星作为宠物 可由于星星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大 只要稍加培训便可以胜任很多工作 逐渐星星的身份从宠物开始成为人类的奴隶 他们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只要人类稍有不满 星星便会遭到无情的毒打 然而这只星星却是个例外 他不仅品学兼优能说会道 更是遗传了他父母的高智商 原来他的父母是未来穿越回来的 虽然他们尽力讨好人类融入社会 可却因高层害怕世界会被星星统治 夫妻二人还是难逃被击杀的鳄鱼 好在他们提前把孩子托付给马戏团的团长照顾 幼小的麦洛这才得以信念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聪慧的麦洛也到了受训的年龄 为了不让人类发现他的存在 曼达不仅让麦洛学着原始星星走路 更是让他不要暴露自己会说话的能力 虽然一路受到曼达的多次提醒 可当麦洛发现同类被人类殴打时 气愤的他还是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这句话立刻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危机时刻 曼达赶紧解释是自己喊的 然而面对士兵提出的质疑 曼达只好尽量模仿刚刚麦洛的声音 再加上旁边麦洛的一脸无辜 士兵也觉得是自己听错了 可围观的群众却只认识星星的声音 尽管曼达再三解释 可士兵还是准备把他们带回调查 这时被欺负的星星突然反抗 二人这才趁着混乱溜走 虽然他们成功逃脱 可曼达猜测士兵已经有所察觉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曼达决定自己回去接受审讯 同时让麦洛想办法混进星星队伍 这样他的安全才会得以保障 虽然此时的麦洛非常懊悔 可他也明白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不舍得与曼达告别 但一切并不是曼达想的那么简单 这件事情已经引起周长的注意 因为城市中已经有了星星反抗事件 如果再出现一只会说话的星星作为引导 那么一切都会向着星星统治地球的预言发展 因此他们要把那只被调包的星星铲除 可面对周长的诸多疑问 曼达一概装傻充愣蒙混了过去 而此时麦洛已经来到货舱 趁着守卫不被偷偷打开铁笼混了进去 可其他品种的入侵随即引起星星的喧闹 带到了星星训练基地 这是一所星星培训基地 抓到这里的星星都要受到严格的训练 通过各种生活技能的培训 便可以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人类 而对于那些不听话的星星 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台上操作台 接着再套上紧箍咒 通过不断释放的电流 让星星对人类的指令产生惧怕 因此每个遭受折磨的星星只能默默承受 然而这只星星却有些与众不同 出到基地的他看到眼前的一切 愤怒地想要上前阻止 可转念一想现在还不是反抗的时机 只好跟着守卫走回牢笼 看着守卫递过来的香蕉 脉络虽然心有不甘 可为了逃出去也只能忍气吞声 面对这些尚未开支的同类 脉络虽然非常生气 可想到他们悲惨的遭遇 还是把手中的香蕉与他们分享 转天脉络便与星星们一同训练 聪慧的他很快学会了各项技能 甚至还要故意装出勉强学会的样子 教官看着脉络如此聪明 竟然还为他安排了一只母猩猩 打算将他的基因繁衍下去 做完这一切 脉络就被士兵带进了拍卖会 此时场边早已聚满了近拍者 每个人都想买到心仪的猩猩当作用人 聪明的脉络很快成了抢手货 然而他不经意的举动却引起了周长的注意 当下不惜重金将脉络拍下 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买下的正是那只会说话的猩猩 为了试探脉络是否真的聪明 周长让助理教他一些简单的动作 一旁的脉络故作认真地学着 实则内心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刚开始脉络还是有模有样的模仿 后来干脆故意弄出破绽 随即引来周长一阵哄笑 而这同样是脉络想要的结果 这时周长想起星星还没有名字 接着拿来一本历史书 示意让脉络随意翻开 手指向哪哪里就是他的名字 接到命令的脉络只好赵左 虽然周长对这个名字非常不满 可还是安排让凯撒前往指挥部打杂 与此同时 凯撒的养父再次接受调查 本以为他们没有发现凯撒便会放了自己 不料对方竟然动用了测谎仪 巨大的压力顿时让曼达有些不安 他害怕自己会说出凯撒的踪迹 危机时刻奋力挣脱士兵的束缚 顺着窗户一跃而下 很快曼达惨死的消息传到凯撒这里 得知噩耗的他独自来到大街上 尽量克制情绪不被其他人发现 直到他看见玻璃窗上的马戏团海报 悲伤的情绪再也无法压制 此刻心里只有对人类的憎恨 不自觉发出痛苦的嘶吼 好在凯撒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慌张地离开此地 至此凯撒的征服计划正式开始 在基地的暗处建立自己的威望 在他的事宜下 无数星星开始有了反抗的底气 他们故意在工作中出现差错 直接导致训练基地的星星越来越多 而凯撒的队伍也是日益壮大 同时星星也会利用工作的便利 开始大肆收集各式各样的兵器 然而就当凯撒准备有所行动时 州长通过查验出入关口的记录 这才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星星就是凯撒 立刻让哈德把凯撒抓回去 可令州长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凯撒就在哈德身边 但哈德言语间并不想抓捕凯撒 思来想去 凯撒还是决定开口说话 这下着实给哈德吓得不轻 他怎么也想不到真的有星星会说话 可眼下还不是他好奇的时候 趁着士兵到达前 哈德赶紧让凯撒躲起来 结果面对四处巡逻的士兵 凯撒还是无处藏身 没过多久还是被他们抓了起来 接下来等待他的只有那些冰冷的酷刑 这只星星在电流的折磨下竟然口吐人言 想不到星星竟然真的会说话 这让在场的人震惊不已 然而想到未来地球可能会被星星占据 周长立刻下令将星星处死 随着工作人员加大电流 凯撒瞬间痛苦不已 没一会便失去了意识 看到星星已经死亡 周长这才放心地离开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死去的星星突然起身 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 悄悄拿着绳子在其身后偷袭 原来刚刚周长的助理赶在行星前 偷偷关掉了电行台的设备 凯撒这才以假死蒙混过关 此时的他赶紧回到地下基地 眼下星星大军早已等候多时 在凯撒的示意下 所有星星趁着夜色冲向训练基地 这一刻星星与人类的战争正式打响 面对这些曾经毒打过他们的守卫 机缘已久的星星绝不心刺手软 而凯撒则趁乱打开地牢的大门 星星大军瞬间又增加了数倍 人类士兵虽然还有所抑仗 可面对朝永般的星星还是非常吃力 这时士兵想到星星的弱点 拿着喷火器准备大杀四方 结果一只星星从侧面包抄 趁着士兵不注意直接将他扑倒 下一秒士兵就变成一尊火人 很快这里就被星星攻险 接着星星大军兵分两路 继续冲向周长的指挥室 结果一只小队在半路径遭到士兵的击杀 听到声响的凯撒立刻前去支援 可当他们赶到时这里早已失衡遍野 愤怒的凯撒立刻下令冲上去 士兵见状赶紧摆好攻击架势 眼看双方越来越近 就当士兵准备射击时 一张大网突然从天而降 没等士兵反应过来瞬间就被星星大军淹没 此刻周长的楼下已经完成部署 可朝勇般的星群也让队长内心感到发慌 相反凯撒这边毫不畏惧 面对全部武装的士兵丝毫没有退缩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危机时刻凯撒适以星星扔出燃烧品 人类士兵只能隔着火墙胡乱射击 殊不知凯撒早已将队伍化整为零 分别从四面八方朝着他们包围过来 此刻再厉害的武器也失去了他的作用 数量上的碾压导致士兵毫无还手之力 片刻间就被星星踩在脚下 在凯撒用兵如神的带领下 人类士兵的每一次阻击都被星星小队瞬间击破 而另一边的星星早已攻入弹药库 有了短枪的加持 星星战力更是飞速上涨 此时指挥部早已乱作一团 其他的星星更是受到血脉的召唤开始反抗 这时基地的大门已经遭到攻击 周长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刺花 他怎么也想不出星星会有使用切割工具的治理 此刻周长已经丧心病狂 愤怒地让士兵将反抗的星星击杀 与此同时大门已经被打开 凯撒一马当先冲了进来 毫不犹豫地朝着人类疯狂扫射 仅在片刻之间便解决了战斗 当周长被带到凯撒面前 绝望地他无法相信凯撒居然还活着 愤怒的凯撒想立刻杀掉周长为养父报仇 可思来想去还是放下了短枪 并不是凯撒改变了想法 而是他想让所有星星亲手解决掉周长 此时人类像垃圾一样堆在广场 看着眼前的一切 哈德劝说凯撒到此为止 不要再与人类抗衡了 然而凯撒虽然愤怒 但他清楚哈德所说句句在里 毕竟所有星星尚未开治 发动全面战争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 但他也会从今天起 带着星星们远离城市 寻找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 在那建立一支星星军队 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王朝 相信那时的自己会卷土重来